原来尾巴中蕴含着如此惊人的力量 孙悟范在没有变成大猩猩的状态下 实力竟然也能提升十倍压制比克 就在刚才比克施展分裂大法 随后自己和自己进行了一场切磋 却突然感应到了什么终止了 于是比克直接扎入另一个比克的体内 紧接着朝着一个方向快速飞去 原来是孙悟范趁着比克不注意 竟然靠自己找到了回家的路 看着眼前熟悉的小房子 此时的孙悟范很是高兴 可没想到琪琪却为悟范安排了很多功课 并且发誓等悟范回来一定要把这些看完 此时的孙悟范内心害怕极了 原本想回家的想法当然无存转头就跑 然而这一切都被赶来的比克尽收眼底 从这一刻孙悟范才下定决心认真修炼 于是孙悟范和比克的父子局马上开始 实力根本不是比克的对手 但是悟范并没有因此放弃 直接从早上一直被比克打到了日落 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两人更像父子 反观此时的悟空还在跑舌道的路上 即便悟空死了也会感觉到累得不行 到了夜晚我们震惊地看到 原本被毁灭的月亮竟然再次出现 再次看到满月的孙悟范发生了一样 一股惊人的力量正在觉醒 此时的比克也察觉到悟范的异常 只见孙悟范一脸的杀意看着比克 二话不说就朝着比克发起了攻击 可以看到此时的孙悟范实力大涨 竟然能和比克打得有来有回 甚至还还能将比克打伤 愤怒的比克施展电光眼攻击 却都被孙悟范躲开了 于是比克再次施展分裂能力一分为二 随后拦截了孙悟范的去路 此时的孙悟范已经被比克前后夹击 但是孙悟范并没有胆怯反而主动攻击 力量减半的比克竟然被孙悟范逼退了 随后孙悟范的尾巴暴露在比克的面前 看到这一幕的比克脸色都绿了 紧接着比克又回头看向天空 终于发现了天空出现的满月 比克震惊月亮不是被自己毁灭的了吗 原来孙悟范的实力之所以大涨 竟然是因为觉醒了大猩猩的力量 愣神的比克没有闪直接被孙悟范偷袭 两位比克直接被打回了原形和二为一 憎怒的比克竟然施展万国惊天掌 然而比克不知道当初的归仙人 也是用同样的招数束缚了悟空 这时孙悟范在满月的作用下 身体竟然再次朝着大猩猩的模样变化 不得不说历史总是如此的相似 当初的悟空变成大猩猩后也是这个姿势 看到这一幕的比克脸色都绿了 这时大猩猩一招口中泡朝着比克袭来 看着大猩猩的破坏力依然如此惊人 比克打算故技重拾凝聚大波毁灭月亮 可万万没想到比克放出的大波 竟然直接穿过了月亮没有造成伤害 既然摧毁月亮的计划行不通 比克打算将眼前的大猩猩打败 然而比克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战斗力提升十倍后的大猩猩 直接将比克的大波捏爆了 看到这一幕的比克震惊地僵硬在原地 可就在这时大猩猩朝着比克走来 没办法的比克只能选择暂避锋芒 可没想到比克在矫健的身法下 竟然还被大猩猩抓住了 愿由比克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 随后比克被大猩猩用力甩飞了出去 这时大猩猩一声怒吼彰显自己的强大 可就在这时比克的眼前出现一道光芒 只见大猩猩好像在攻击什么东西 好奇的比克趁着大猩猩不注意前来查看 发现有一个圆形物体正在散发光芒 并且圆形物体一直在呼叫卡卡罗特的名字 此时的比克终于知道月亮出现的原因了 于是比克开始凝聚魔罐光纱炮 却不曾想大猩猩已经出现在身后 然而比克其实有点大才小用 摧毁一艘飞船随便一个大波就行了 只见比克躲开大猩猩的攻击 立马朝着飞船放出了魔罐光纱炮 最终把悟空送到地球的飞船被炸毁了 于是我们看到月亮也随之消失了 没有了月亮大猩猩也逐渐缩小 尾巴再次被比克拔断了 恢复正常后的悟饭继续和比克进行切磋 此时的悟饭更加的耐打了 甚至还能对比克进行了有效反击 没想到比克竟然是个记仇的人 立马还给了孙悟饭狠狠的一拳 掉进河里的悟饭急忙抱住一块石头 这时比克朝着悟饭伸出援手 原来比克要教会悟饭社会的闲望 又对着孙悟饭一顿毒打再次掉进河里 到了晚上孙悟饭一副鼻青脸肿的模样 但是接下来孙悟饭就要开始攻略比克 仅仅是因为孙悟饭这简单的几句认可 就让比克豁出性命也要保护的人 Dr.和来孙悟饭